Hello,大家好,我是晨晨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把熊悠的录像 那么熊悠这个武将呢 我们之前在他在果站上线的第一天 也是做了一期视频 我们那期视频主要是给大家展现技能 打的是那个人机 所以说没有特别精彩 但是今天这三把录像都很精彩 第一把呢是我自己打的 第二把和第三把都来自于两位观众的投稿 非常感谢这两位观众 那么关于熊悠呢 这几天玩下来还是有一些些想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看法和经验吧 那么具体呢我们在视频最后再说 我们先直接看视频 好的这个选招光开出来 我们还有一个选择是周鱼鲁素 那么周鱼鲁素的个人能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生存能力还是差了点 熊悠的生存能力比周鱼鲁素还是要高很多 其次是二巡的一个进攻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选二巡了 而且他们还有朱连闭格 这边亮出了一个搞事情的赵云 那么熊悠的话上一期视频没有说到 就是说熊悠呢 不熊悠呢他在被张刃穿了副将之后 他其侧依然是可以去选择刷新副将的 所以说张刃从肺变成了更肺 然后就是说你国战关掉的武将呢 也是会刷到的 不是说你关了你玩熊悠就不会刷到 那么这边呢我们没有打算出来 所以说装备也没有挂了 因为防一个戒刀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边不碰到袁绍的话 我基本上掉血了我也不想出来 除非我掉了两血 但掉了两血也不一定说实话 因为你掉了两血 如果手上这鱼的牌不好的话 也不太敢出来 好得漂亮这里出来了一个袁绍 就我可能真的只有碰到袁绍才会出来了 那么如果大家玩熊悠 在回合外有想出来的想法呢 那么建议还是去挂一下自己的 还是去挂一下自己的装备 这样的话 截命可以多布兰能牌这样子 我是真的没有打算出来 但是没办法碰到袁绍了 他肯定会一直 所以说还是要出来一下 我就怕他是填封嘛 一会儿随时又可以了 好这边出来一个曹丕国家 还是挺给力的呀 哎翻甲许对的对的对的 这边肯定是要翻甲许的 这边离间曹丕国家和武 我真觉得不那么的好 说实话 这个离间 我感觉这个离间 这曹丕选的去翻袁绍式兵萨 我觉得这边还是应该去翻华陀呀 我去 好的 我们隐媚觉得 可能群雄比较的惨 对吧 两个一选的 我要去打曹丕 我说实话 我就感觉 你想想万一三号位也是群怎么办呀 他这么打曹丕 不是那么合适 因为你三号位如果是位的话 你们也是四位三四个人打三个位嘛 是能打 但是你一旦把这个 万一把这个曹丕杀死了 然后万一三号位是群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说我和赵云两个人去打四个群 那么很大可能是打不过的 好的 这边我们有诸葛连弩 所以说先过河拆草 然后再顺手牵羊 然后再跟赵云园交进攻 这边我们去杀贾许 贾许是我们卫国最大的一个威胁 继续杀你 那么好的 这边我们暂停一下 就是说这边呢 我自己当时 可能就是我的失误好吧 我也不说借口 这边呢其实我们正确的排序 我自己在看录像的时候发现了 我当时可能自己打太久了 有点懵 就是说这边我们正确的排序呢 应该是用铁锁去 铁锁这个草坯和这个画坨 然后去雷杀草坯 我当时我不知道是没有看到雷杀还是怎么 这也是我自己看自己视频的时候 发现一个错误 这边肯定是要去刷一下草坯和国家的 所以说那个铁锁直接制衡了 然后也没有用杀去杀草坯和国家 我觉得还是打的确实是有问题的 好这边我们去跟假雪远交进攻 哇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的爆发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们再去驱虎赵云自己卖雪 那么这边我们是选择先截命再制鱼 因为你制鱼的话是可以让祝容去 你制鱼的话确实可以让祝容丢一张牌 但是你截命就会少一张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刚刚的话呢 是自己回合更需要摸牌 不是需要赵云去丢牌 所以说我们选择先截命再制鱼 那么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远交进攻啊 这一波爆发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 寻忧真的是果战超一线强将啊 然后这边看到了点围 这就让人非常快乐 所以说这一波真的是打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有诸葛连弩在 如果我副上是一个离点的话 我估计直接就进城场了吧 好这边祝容不堪受辱直接投降 刚刚那个失误确实其实挺严重的 说实话 那个时候就应该去铁锁草披根跨驼 然后去杀草坯的 因为我手上还有桃子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打久了 有点懵 嗯抱歉抱歉 我真的会有时候会有点小失误 大家如果碰到我那种情况 记得一定要刷锅渣 因为你卫国刷锅渣 尤其是一个锅渣草坯 真的是非常非常赚的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把 第二把来自一位叫 鸡风炎的观众的投稿 感谢这位观众 那么这也是一个二十银 寻忧其实在跟那个小国结盟打大国的时候 也是可以让大国非常非常头疼的 因为寻忧可以不停地去跟小国 就是说跟自己的盟友开远交进攻 真的很讨厌 就是说对于大国来说 他们寻忧结盟的小国可以每回合 多磨四张牌 真的是 多磨三张吧 因为你远交进攻那张 至于牌也算嘛 就可以多磨三张牌 真的很恶心 三张牌很多了 这五张 我打这么几天下来 我觉得还是更适合 配那个李典 这把好像有点慢 我们加快一下 我觉得配李典还是最强的 就是爆发会非常非常高 然后有朋友问我 现在觉得魏国最强的组合 还是李典曹匹吗 我觉得还是 因为李典曹匹的一个爆发 会比寻忧李典的爆发 就是上限更高吧 然后寻忧李典的话呢 就是说更稳定一点 看你想要什么 但我觉得最强的组合 还是李典曹匹 不是李典曹匹 因为曹匹是可以打全场的 但是寻忧李典 没有那么稳吧 我这么说 没有那么稳 我暂时是这么觉得 我说不定打了100把猪 不一定吗 我只能说暂时这么觉得 好 这边出来了一个 蔡文姬种猪 哇塞 这个横针有点厉害 这边群 我也是没有选择出来 是我我也会这样 因为场上是两个群 两个位嘛 你这个时候出来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容易 被小过打的 这啥情况 他们就为啥就打起来了 为啥就打干粪呢 小伙的脾气有点棒 这边那个开始口吐芬芳了 这临时不能屏蔽 算了算了算了 我看录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不然我就把那个聊天屏蔽了 这边出来一个周泰也是挺讨厌的 还是个四学周泰 万一是江城侯咋办 不是江城侯孙泉也挺讨厌的 张辽骂完之后 走了 又回来了 出了 哥们这个掉线真的是挺及时的呀 是要干嘛嘛 这边我们看一下岸杖 岸杖是飞群 那么寻忧 寻玉觉得说这个时候呢 群熊正好就是说没有再打自己 就没有必要出来 这边又亮了一个群熊 去打了一下三号尾 我觉得巡游刚刚如果杀了一刀的话 庞泽这个九杀说不定就会打来巡游损伤 所以说小郭这么打大郭的时候 如果场上情况可控的话呢 不要那么急着去打 特别是这个群熊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这边由于是三个群熊 那么群熊也是给上加补一波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波补了三张牌 这孙天也是啥情况 您在干什么 哇这边孙上香 孙上香跟巡游巡玉 哇这配合起来真的很恶心 还起来是个路香 我去 这一波先顺一脚 杀一刀巡游至于摸一张 然后再给他补牌 这边选择 给自己补了 因为首先呢是这个群熊状态 没有那么好 其次是这个无果太厉害了 僵尸猴加香香陆迅 哇吃两个组合都是很恶心的 这边选择 这边选择去九杀庞德 看一下能不能收下这个人头 好漂亮 借刀蔡文鸡 然后再驱虎 驱虎就打谁呢 打僵尸猴 他觉得说这个时候呢 要控一下僵尸猴 而且自己身上有白鱼狮子 而且自己身上呢 有一个白鱼狮子 觉得僵尸猴应该也不会阴魂自己 这波我觉得打的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无果状态确实是有点好 然后将呢又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说这个僵尸猴是需要控一下了 这无果呢 大概率也是不会来打自己的 因为首先呢 打自己要治愈要戒命 还是有风险的 其次是这个假许状态呢 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这边我觉得去选择控 控一下僵尸猴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做法吧 反正我也会这么打 然后刚刚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寻忧呢 还跟蔡文基 董卓去开了一个远交进攻 首先是自己摸了三张 其次呢 顺便讨好了一架圈银 然后还让董卓没法横争 所以说这点有时候还是蛮恶心的 寻忧这个将 真的强度太高了 你特别是跟人家结盟的 说你每人打一个远交进攻 这真的很真的很恶心很恶心 这很少有人能受得了 所以说现在如果有寻忧在的情况下 大国碾压的局其实也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轻松 我觉得大国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去碾压了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寻忧在跟小国结盟的时候 打这个远交进攻 过次的张牌太恐怖了 这边游泳局 这边寻忧也是非常非常不错 我觉得这个朋友 跟我的打法还挺像的 他一直没有去变更副将 因为我见过太多路人玩家了 就是说玩寻忧就是 不管他副将是个啥 他都忍不住要去换一下 忍不住要去换一下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的副将是什么 寻忧啊 理解啊 草皮啊 国家啊 这种 没事就别去换了 还有什么真几 就这种比较强的魏国 如果不是很有必要的话 建议是不换 我懂 我特别懂那种有技能不用很难受的感觉 但如果你是比较强的魏国的话 建议是不换了 因为很容易换崩嘛 魏国还有那么多 比较一般的武将在 这边呢 由于僵尸猴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假许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 这个朋友呢 也是选择直接吃菜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为首先吃菜 他肯定是断巡弱嘛 他不可能去断巡弱 那么单巡弱 两血 去打一个一血两创的僵尸猴 和一个一血的假许 而且是进凹战的局 且自己有珠连必可 那么肯定肯定是需要去吃这个菜的 因为僵尸猴肯定不会去吃这个菜 他吃这个菜 毒菜断肠粥菜 那么僵尸猴就只剩医学了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就那个现在的粥菜 被断肠也好 然后被穿心也好 他都是保留医学的 而不是直接阵亡 就是友谊选嘛 还不是直接阵亡 好 这边僵尸猴会选择打自己 那么贾许觉得 首先呢是打不到巡弱 其次是僵尸猴真的太厉害了 再加上巡弱的主将呢被穿了 所以说准备联合贝国 一起去打这个吴国 我觉得这波选择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自己手上留一个沙沙 没有什么问题 对 哇 这闪电真的好刺激 好的 漂亮 这里 死掉了 这边由于有勇爵 这单挑真的很强 其实单挑单巡弱就完全够了 有个珠联碧盒还没有用呢 嗯 好的 这边有闪 不过死 死是迟早的事了 哎 被卡了 加一还是挺讨厌的呀 有个火攻还不错啊 挺好的 我个人还是建议就是说打打加许这种 如果自己是优势的话建议是不要挂加一了 因为假许的话我们之前在上上一期视频做那个群雄武将篇的时候说过假许的装备是特别难拆的 就是如果自己是占优势的话打假许我不是很建议挂加一 因为你很有可能被假许顺了加一 你可能就一直被卡着一直被卡着 然后最后被假许翻盘打死了 好的 我们再看第二第三码 嗯 是一位叫华宜追的朋友的投稿 感谢这位朋友 那么这边不用再不用多说了吧 寻优曹丕 拍起来 嗯 谁有这个武将真的是太太太太长了 我真的好喜欢这种 好的 这个 忘掉聊天区忘掉聊天区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扫话 因为我看视频就很专注在看那个排局 怎么没有 哎 真是讨厌 就没有在看他们说什么 这边出来一个乐音马昌 全军偷鸡 全军偷鸡 又出了一个诸葛亮 黄云英九封过武将 真是讨厌 嗯 这边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出一下 那个普通杀 留一下雷杀 不过可能当时也就没太注意嘛 很正常 大家打快都有的 有时候就排除快了 只我解说到这里来 来呢 就顺便说一下 我们基本上一般是优先留火杀 那就除了个别武将需要那种大点或小点之外 我们一般优先留火杀 然后是雷杀 然后是红杀 最后是普通黑杀 这边草坯也是选择收一波诗 然后直接亮出来 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场上是两个熟果 然后它又是一个草坯 一般大家如果没事的话 不会选择去打草坯的 哦 袁绍马腾 有点厉害 再来看一下 哇 这边还有一个队友 这很棒 哦 放主口了 没有什么问题 我去 哇 啥情况 就针丁也 也不给自己打无限 那可能就觉得留给草坯了 其实我说实话 如果是现在的袁绍的话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必要的 就没有什么必要去留给草坯嘛 因为现在袁绍最多A4吧 好的 这边铁锁一下袁绍 然后火 诸葛亮不愿意涅槃 打了个无限 不好意思 真小记忆给我留了两个无限 我们这边再借刀 杖拔取杀孔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牌 直接进牢栅了 我的天 这个小诸葛 旁统现在还是有一点点难产的 说实话 不过还好这边有关师府 然后呢 我其实不太建议这个时候去杀草坯 我觉得小诸葛 我觉得小诸葛如果非要杀草坯的话 还是应该去等到他把那个 寻优的冠师府给下了 因为你这样直接去杀草坯 你是要被翻一轮的 然后寻优 如果不断杀的话 两轮就直接可以把小诸葛打死了 我觉得这一轮 大家如果跟草坯单挑的时候 如果草坯状态比较好 然后又那个 关师府啊什么的 自己本身是一个单挑不错的 这样的话 建议不要 还是不要直接去杀一个满血的草坯 我觉得这边小诸葛应该还是在等一等的 那么刚刚寻优也是换到了一个招聊就正好 偷了他一张牌 然后其次一个决斗 真的是非常强 寻优现在单挑也非常的强 但他单挑强不是说什么 他可以开逃远啊什么的 因为很多朋友还是对寻优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寻优最厉害的是开桃园 其实不是的 就是寻优首先是他 其实开不了那么多桃园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嘛 桃园是有手牌限制的 就比如说场上有八个人 你要开一个桃园的话 你是需要八张手牌的 那么在打大卫局的时候 很多时候寻优可能能开 开一次两次桃园 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寻优开不了那么多桃园 你配个理点可能还好 就是说寻优最厉害的地方 不仅仅在于开桃园 而是比如说他跟小国 结盟打大国的时候 他可以通过远交进攻 给自己和盟友去找牌 然后其次就是说 他可以去找一些关键的 像决斗啊 如果手牌多的话 有AOE啊这种牌 我们都说过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是说过的 AOE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南蛮入侵 你有时候能多一张南蛮入侵 可能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了 我觉得寻优最厉害的 是在于他的一个找牌能力 而不是说他开桃园的一个能力 很多朋友过分的去注重这个开桃园了 开桃园当然非常厉害 你卫国 你大卫现在能开 本来大卫就是卖血的 你能开桃园当然非常厉害 但是他大部分时候 是开不了那么多桃园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把寻优的 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注重在一个开桃园的能力上 可是他最厉害的一点 还是说他的一个找牌能力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卡牌游戏 能找牌就非常非常的强了 那么这个武藏呢 我最推荐的还是说去配一个理点 配寻 然后是寻优 因为有初恋闭合嘛 然后就是说 你配别的就 不说了嘛 就是我觉得最厉害的 还是配理点和寻优吧 其实配曹皮也还不错 因为你有时候至于去决斗别人的话 如果你富将草皮状态不错的话 别人一般不是很敢出杀 反正出杀你可以翻面 其实还挺好的 然后这武藏呢 真的非常非常强 建议大家如果没有买的话呢 可以买一下 好的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真实 记得给我留言点赞喽 拜拜